有一个倒闭的了 这不搬家呢 这实体店真是都说特别不好干 今年特别不稳定 其实挺稳定的 要是去年不稳定还是真的不稳定 一会儿好一会儿坏 一会儿好一会儿坏 其实今年挺稳定的 为什么呀 因为它一直不好 真是一直不好 你们呢 你们它店都怎么开着呢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只说实话的频道 在影片的结尾还会有总结 喜欢我们的朋友请不要忘记订阅 2024年上海生意好做嘛 我大胆给你们预测一下 春节过后 上海很多门店都会倒闭 去年到现在 上海开了多少门店啊 各行各业比比皆是 商场里面关停的门店也很多 路边门店没租出去的店面都很多 而且空置的时间很长了 一直都没有人来接牌 房东都在降价 努力维护好和现有租客的关系 万一不租了 房东他自己也承受不起这个空窗期 因为房东他还要还贷款 你们有没有发现 现在上海的人很少了 特别是年轻人 毕竟谁都不愿意 刚发完工资就转手交房租 最后两手通通 过年这段时间是很多行业的旺季 如果你的生意在过年这段时间 还是很一般 那么大概率过完年 你就能熬了 2024年是各行各业 重新洗牌的机会 到处都在宣扬好政策 好机会 希望不要吃一波新的韭菜 李李呢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各位老板 2024年依旧无紧好自己的钱袋子 该花的花没必要的尽量不花 克制住自己的高消费欲望 居安一定要思维 大家来看一看我们的喜慧轩 建一个店很难 但是毁一个店一夜之间就没了 已经全部没有了 这个店做了四年 我们19年开业的 哪怕是在疫情的时候 我们生意也都很好 一天都能做两三万 但是在今年 准确地说在今年吧 四月份以后 每个月业绩都是腰斩 其实像我们在这里成本是很高的 除了房租和人工 我们一个月基本上要做到 45万才能保本 所以从今年四月份开始 我们已经连续亏了半年 那么在这种大环境下 消费降级即使再舍不得 即使有再深的感情 我们也要忍痛隔岸 该停就得停 因为我觉得今年 大家的消费降级之后 反而快餐和小餐好做 所以我的流派下班效果 在当下业绩不仅没有降 反而还在涨 这就是我觉得另外一个 比较安慰我的地方吧 所以餐饮真的不易 真的不容易做餐饮 今年有个悄然的变化 大家发现没有 今年的情人节静悄悄 二月十四的各种宣传 各种朋友圈 各种如何如何 掩齐息鼓了 当然很多人还有印象 去年的二月十四 很多的商家的宣传 宣传一个 被骂一个 最后被骂的 估计在今年 不敢再做这方面的推广 但是问题就来了 这个节日的意义啊 还是有的 那为什么品牌商家 不参与到这个节日 这个节日的热度 就淡了那么多呢 是按说 没有了消费主义的参与啊 这个节日的爱情 应该回归本源 反谱归真 但是为什么缺少了 消费主义的加持的情况下 似乎很多人失去了过 这个节日的兴奋和冲动 消费主义是节日的动力 但消费主义 应该不是爱强的动力吧 这就是二月十二号的 下午一点十八分 这张宁波 日本百货商场里面的 真实现状 今天再怎么说 还是春节假期的第三天 正月初三 怎么现场的情况是这样的 这个商场啊 就是宁波的板机百货了 位于盈州区东部新城 核心区域 我记得当初 这个商场开的时候啊 人很多的 那前方不远处 看到了几个人 不过也是三三两两的 这个商场的面积 也是特别大呀 据了解 总的建筑面积 约为二十三万平方米这样 然后商场的面积 达到了十一点六万平方米这样 那目前我的位置呢 是在这个商场的三楼 上面几层呢 我就不上去了 好像我记得 一共是六层吧 好像这个商场啊 比日本本土的总店面积 还要大呀 好的 坐自动扶梯下来了 这边是二楼 二楼好像看了一下 很多店铺啊 是卖这个化妆品的 那现在这个地方 给大家整体的环视一周啊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层的情况怎么样 通过环视一周呢 可以发现 人呢是有的 但是呢 整个人气呢 并不是很大 这个商场 如果我没计算的话 应该是2021年的 四月份这样开业的 那等于说 开到今年的四月份 就整整的三年了 那我这样一路走过来 一路看过来啊 我发现这个春节 这个商场里面的店铺啊 好像都是开着的 那今天的人气啊 确实跟当初的差距不小啊 好的 现在呢 来到了一楼了 一楼啊 好像这边 主要是卖奢侈品的 那么我到目前为止呢 还没有在这个商场里面 买过东西 虽然来过几次 那么每次来这边啊 只是在这边看一下而已 因为这边的商品价格啊 大大超出了 我目前的消费能力跟水平啊 所以说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啊 只能来这边看看而已 来这个地方呢 交通方面还是挺便利的 两条地铁线路 跟这边实现了无缝衔接 分别是一号线跟五号线 做到海燕北路站 如果在平时是这样的话呢 还能理解 但是现在是春节假期啊 怎么也会这样呢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中国经济正面临 越来越严峻的通缩挑战 多次发出通缩警告 引起广泛关注 尽管商品价格下跌 但民众手头截拘 消费能力有限 经济分析人士指出 通缩可能导致 中国经济持续陷入恶性循环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 一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出 CPI同比下降0.8% 降幅超出预期 连续第四个月出现同比下降 并创下自2009年以来最大的月度同比降幅 此次降幅主要受食品价格下降影响 特别是猪肉价格下降了17.3% 在工业生产领域 一月份的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也同比下降 显示出制造商为了吸引买家 而不得不降低出厂价格 去年PPI持续下降 通缩及市场货币流通减少 导致物价下跌 与通胀形成对比 当前的通缩被外界置为 消费疲软及工厂和农场产能过剩的直接结果 普时企业不得不打折销售 居民消费价格的普遍下降引发了对通缩 可能变得更加根深蒂固的担忧 这将对经济造成严重影响 经济学界认为 如果通胀像一场重感冒 那么通缩则可比作癌症 显示了通缩的严重性 专家指出 中国经济已步入通缩状态 通缩对经济的破坏远大于通胀 因为3%的通胀是可控的 但现在的比例连1%都不到 趋势仍在下降 商品价格原本因上涨 现在却只能通过降价来处理 一旦降价 就会减少进货 不进货将导致经济通缩 进而引发财源 使得人们失去工资来源 进一步减少消费 产品积压 形成恶性循环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 2022年全年 人民币存款增加了26.26万亿元 同比增长6.59万亿元 其中居民存款增加了17.84万亿元 2023年7月11日 央行发布的上半年 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 截至6月底 人民币存款额达到278.62万亿元 同比增长11% 这说明人们的储蓄倾向 已明显高于消费倾向 专家认为 中国经济的增长四头 显示出了减缓的迹象 特别是在消费领域的表现尤为明显 中国过去两年所遭遇的 主要问题之一 便是消费力的明显不足 尽管在今年春节前夕 猪肉的价格相对较低 消费水平却依然低迷 通常春节期间 被视为一年中消费高峰 特别是猪肉作为传统加油 在这一时期的消费量会大幅上升 众多经济观察家 纷纷呼吁增加消费 但问题在于许多人手头结局 消费的两大前提是 首先有足够的信心 在花光手中的钱财后 你对未来充满希望 相信自己能够赚取更多 并且面对任何未来的挑战 都有足够的储备来应对 其次 必须拥有可供支配的资金 但是在过去两年的经济低迷期间 许多人经历了薪资削减和失业 确实是无米之吹 最近 消费降级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无论是双十一销售额的连年下降 还是高端设施品牌 对于中国年轻消费者吸引力的减弱 都反映出消费者支出的收缩趋势 中国经济的疲软和房地产市场的崩溃 已经开始影响到高收入阶层的生活质量 他们经过多年的奋斗 积累了一定的财富 生活看似富裕 适着充满不确定性 一不小心就有可能面临资产的归零 中年反评成为了社会讨论的热点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中国面临的通缩问题锐意严重 这是经济低迷加剧的一个明显迹象 同时也给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带来了挑战 中国消费的疲软导致对其他国家出口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下降 影响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势头 虽然中国商品价格的下降 可能对全球其他地区的通胀有所缓解 但这也意味着 随着中国企业寻求海外市场以销售国内自销的产品 其他国家可能会大量进口低价商品 这可能会对其他国家的本土制造业造成冲击 进一步加剧了中美等西方国家 与中国之间已经紧张的贸易关系 今天说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话请点赞订阅 我们将一如既往的为您提供真实的报道